美国历史上最大枪击案持续发酵 许多国家的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悼念遇难者 也向同性恋人士表达尊重 奥兰多枪击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加拿大全国的民众也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 向奥兰多遇难的民众表达哀思 在沃泰华、爱德蒙顿、多伦多 都有民众手持蜡烛标语 以音乐、献花、静默等方式传递情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其中安省省长韦恩、多伦多市长庄德利 也都献身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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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